就是到了下周会是一个兑现的时间点 一般来讲呢 最晚我也说了可能就是周二 有可能今天在前排的强化一下 后排的先分化 然后到了周二的时候呢 出现一次大的分歧 那么这种大的分歧呢 是很正常的 然后周末的时候呢 很多的半导体的分支 各种技术又被普及 都是来自于一些英文的 就是英文字母打头的题材 早上我也写了 那么主要呢 就是说弯道超车的这个心力 心力呢 就是这个芯片的芯嘛 颗粒的粒 实际上就是小芯片 解释一下就小芯片 那么利用这种小芯片 能够说形成一个弯道的超车 在芯片的这个技术上做迭代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来自于国产材料的替代 国产材料加国产材料设备的替代 那当然可能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EDA 对吧 EDA呢是受这个美国这个卡脖子的制裁呢 应该是今天晚上吧 对吧 美国那边要公布芯片的法案 最终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大家可能都在看 如果说有超预期 如果说有超预期 我觉得明天可能芯片板块要反弹的 就是要反扑的 不是反弹要反扑 就是今天是一个分歧 明天可能还要反扑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先说一下 所以呢 其实今天我早上 就是小芯片分享的时候 我也说了 举个例子 出个例子 像今天早上 我说华大九天 给大家说一下 华大九天早上不是啪一啪打到绿盘吗 就打到这绿盘 这个基本上是送钱的 基本上送钱 送钱的 为什么我说基本上送钱 第一个大家共识嘛 一个是华大九天 华大九天就是EDA的龙头嘛 对吧 就EDA的这个龙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华大九天这波的上涨 其实就是炒的 被捞美卡脖子嘛 对吧 然后EDA就要自主嘛 那么周五的时候 也拉了一个涨停板 像这种呢 属于机构的趋势票 那它既然是EDA的龙头 它就不可能一把就做死 对吧 所以正常来讲 只要看到绿盘 那肯定去吸一口 没什么问题的 吸一口没有问题 为什么 再差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最差 它在60分钟上 它会有一个上下的结构 就是 这里是一个上 对吧 然后 这里是个上 这里是个下 然后还有一笔上 就大概这个情况 所以呢 如果你手里有底仓呢 你当天就可以做差价 当天的差价大概10个点 就有了 对吧 没有10个点 有8个点吧 对吧 没有的 比如说你要吸一口 也没问题 因为你吸的是龙头嘛 这个毫无疑问嘛 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 芯片这个板块 其实 给大家回顾一下 每一次实际上芯片炒作 你会发现 就是从19年以后 就是后面的这个炒作 每一次 也不是19年以后 就是从芯片的炒作 最早的时候是炒的是 金方科技那一波 后面炒作 每一次实际上都是痴心狗带的 大家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心向最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微 这不是说那个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户归产业 对吧 688126的 当时户归产业上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波炒作 对吧 然后他见顶 户归见顶 半导地板块 一直就调整 对吧 然后呢 后面 比如说 最近啊 比较近端的 在这个地方炒的时候 当时炒的是红威 汽车半导体 大家可能还记得吧 红威就是炒的 RGBT嘛 汽车半导体 2021年这一波 红威上来就翻倍 对吧 再近 再走的近一点 再走的近一点 炒的是什么 炒的是这个汽车芯片 就是包括 激光雷达这一块的 嗯 仓光滑星 也是的 这一波上来 不只是翻倍了 对吧 六十块炒到一百六十多块了 啊 看到吗 芯片 那你看啊 都是刺心来打头的 为什么 我一直说刺心 能走出来 走出来的原因是 刺心股一旦突破了以后 它是没有阻挡的 因为它是没有 历史套牢盘的 它没有历史套牢盘 它容易走出大牛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然后去年 还有一个股票叫 斯瑞普 也是的 它只要 不是往下跌的 就上来 它就走出大牛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还有一个什么 东魏半岛 东魏半岛 所以走的差一点 就上来走了一波 然后回调 现在又新高了 对吧 其实呢 就是这个 这个情况 那每一次呢 反正就是有一个 半导体的刺心股来带 那这次是什么呢 这次就是华大牛田 毫无疑问了 而且它正好赶上什么 就是 你要知道 它每一次炒一个分支 一定是之前没有的 这次炒的是EDA的分支 EDA这个题材 就这个概念题材 以前是没有的 在半导体里面没有的 对吧 华大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包括那个上周 上周四对吧 也是 上周五吧 应该也上市了一家 对吧 就是 整个的 EDA 一共就三个厂商 对吧 整个三个厂商 都是吃新的 当然华大九天 是一个 这个这个龙头嘛 所以从EDA的 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 这是一个新的分支 所以它炒作 一定是很厉害的 那么 大家肯定是20厘米的 或者说是 稍微 稍微市值大一点的 就是看气 看这个机构这一块的 基本上 大家都是锁定 华大九天 对吧 所以华大九天 不可能一把干死的 这个不现实的 那这就是 为什么说 打到绿盘 你说 如果说今天 因为我今天判断 对吧 早上写了嘛 大家都看到的 我说 我认为 华大九天要开10%以上 它就是开了10%以上 早上开盘 对吧 这这里没有 早上开盘嘛 就在这里 对吧 就在这里 开了10%以上 是吧 那么 这就符合预期了 所以往下打 就是送钱 基本上就送钱 对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 大港 这个是弹性票 大港 我说要一字版开盘 一定要有大额的封单 那大的封单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15个亿的封单 但实际上 它早上开出来 是17点几个亿 好像 17个亿到18个亿之间吧 虽然它这个地方 两次被打开了 换手 我觉得换手还行 对吧 那大港强的话 那也有可能 明天大港甚至更强 对吧 所以 从目前来讲 就一个是弹性票 一个是趋势票 或者说是这个概念的领涨票 就是我们讲的EDA嘛 这个概念领涨票 都还行 都还行 我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 那么 虽然后排崩很正常的 后排这些崩的是非常正常的 没什么的 对吧 很正常的 因为为什么 周末发酵嘛 发酵了以后 今天肯定后排是要崩的 无非就是后排怎么崩 对吧 像盖伦电子也是的 它也是EDA 但是盖伦电子的地位是跟 是跟这个 这也是EDA的厂商 是跟这个 华大九天不能相提并论的 所以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要做EDA的话 你肯定是华大九天 不要去选择其他的 对吧 就像你说我要做弹性票 我的第一选择肯定就是大港呀 对吧 大港是上周分享的 上周日的时候 我分享的 对吧 我们掌停摆教室 所有的人都能看到 我没有讲任何一次股票 就芯片里面没有讲任何一次股票 就讲大港 我说 就是大港你去买就行 对吧 那实际情况就是你买了大港的话 你就躺一个星期 躺到今天 对吧 上周一买 躺到今天 现在这个时候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 跟大家讲 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市场有其规律 反正每一次周末被爆吹的 还有一个关键点 跟大家说一下 半导体板块 对吧 在周五的时候涨了7.18% 什么概念 一个板块涨了7.18% 那你说到今天周一 怎么接啊 没办法接了 对 它不可能再涨7.18% 或者涨8% 这不可能啊 这是板块 它不是个股 个股是很正常的 今天涨7% 明天能涨8% 后天还能涨停了 对啊 这个很正常 但板块不是不可能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 它放了一个非常大的量 900多亿的成交量 这种900多亿的成交量 你也就意味着 今天你这样往上供 你需要1000多亿的成交量 那么对于资金来讲 就对于现在 其实大盘还处在一个 我不能说 是一个上升周期吧 现在大盘是处在一个调整周期 不管今天是震荡还是回落 所以对于成交的要求很高的 那半导体板块就很难顶得上去 所以周末再怎么吹 再怎么普及 你们都知道了 因为我也提前讲了 分化是肯定的 无非今天是分化的大一点 还是明天分化的大一点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对吧 谁也不能够说100%决定 说哎呀 是不是它今天多跌一点 明天少跌一点 还是说今天多跌一点 明天就反扑 对吧 如果今天跌的多 明天那个 这个周二那个法案出来 就是芯片 美国的芯片反而出来 如果有点超预期 那可能要反扑的 对吧 半导体板块要反扑的 所以那也有可能为明天的反扑 创造条件 所以会做的 像华大酒店这种 绝对的龙头 那肯定是先手 讲都不用讲 对吧 就是 我瞎砸 这个肯定是拿先手的呀 对吧 所以这就是龙头的魅力 那么 然后像北方划窗啊 这种对吧 也没啥问题 这种机构票 机构买了 那明天反扑 有可能就反包了 他这个定义是跟什么一样的呢 跟中国软件是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啊 中国软件那天涨停 对吧 中国软件不会平白五步涨停的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然后呢 其实 中国软件涨停是有先知先觉的 知音之道 要炒这个 国产操作系统替代 对吧 后面还有新创 下半年新创 所以你看他周四的时候 开了个小阴线 周四的时候 开了个小阴线 冲高阴线 对吧 他基本就送钱 送五爬 又涨停了 然后今天又是个冲高回落 对吧 那也很正常 冲高回落以后 后面可能要走去 对吧 国产 系统 这个这个操作系统 肯定是要那个的 对吧 要要自主的 然后呢 通福未电 通福未电是什么呢 也是的 新利 新利概念 加上什么 加上先进封装 两个概念 今天虽然没有封注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涨停码 虽然没有封注 但是今天如果说 就涨个百分之五以上吧 我这么说吧 如果涨个百分之五以上 明天反报的概率也极大 也极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种龙头嘛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龙头品种 是如果你要做短线 你要是绝对盯着的 对吧 那么 半导体板块 今天的分化 是在预期内的 那分化了以后 至今自然而然 对吧 那我把都讲一下 那旅游 酒店 对吧 那因为三样疫情的关系 肯定是承压的 然后运输服务 仓促物流 这个是一体化的 包括视频饮料 对吧 视频饮料 我觉得我周末说了 周末说的是什么 而这些板块 其实都是下跌途中的反弹 包括这个医药 今天也是一样的 医疗保健 这个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看他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应该原则上还要 有个做双底 或者说对底部确认的过程 就大概说一下 然后基建也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图形 都是还要回来一下的 然后留酒店就不说 保险也是 保险也是这种情况 对吧 也要回来一下 保险 银行 对吧 都是要回来一下 银行 银行 对银行 也都要回来一下的 然后食品呢 大家看一下 食品也是这种 这种情况 都要还要回来一下 就是要有个双底确认 那所以指数就没有调整好 所以指数 会不会破3155点 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有的 对吧 那比如说 那万一比较强的 那比较强 他也要对3155点 要去做一个确认的呀 这个指数 还是要做个确认 你看60分钟上 不是他留了一个缺口吗 这里60分钟上留了一个缺口的 23210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应该要补掉的 这个缺口 所以现在先不要急 对吧 不要觉得 哎呀 今天很强 对呀 现在强了 过两天落油正常网 还有一个大的背景 跟大家讲一下 对吧 现在 军演还在继续 然后呢 中国对这个 这个老太婆访台吗 对吧 有一个制裁 有八个方向的制裁 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升级 或者说会导致两个国家 后面互相用这种冲突加剧 我现在不能够判断 但如果说有些冲突加剧 或者有其他方面的情况 保护器之后 啪 再来一下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个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性是在的 而且技术上又有 这个回踩的需求 那大家就是要 所谓小心点 对吧 就是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讲 也是一样 虽然我觉得现在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 那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 对吧 这两天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呢 你还是依然要奉行 这个就是涨多了 你要卖 然后跌下来的东西 比如说像 你去潜伏智能 这个这个智能机械 跌下来你要赶满 对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周四 周五的时候 有学员问我的 对吧 当时在这里 他说 这个地方不是涨了一下吗 对吧 涨了一下 那你要懂得抛吗 就是你要做差价 你要懂得抛 周五的时候 不是低开吗 往下砸 很多人问我 那是不是完了 这股票不行了 我不好了 然后说 你看尾盘 他这个地方 帮拉上去 又放下来 拉上去又放下来 对吧 这个非常明显的 就是先手资金抢筹码 他把筹码抢完了 再放下来 对吧 给你造成的感觉 就是好像不行 对吧 你也不敢嘛 就这样上去下来的话 尾盘是不敢有人买的 我当时说了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先手资金 抢筹码 所以我的判断是 今天智能机械板块不拉的 大家可以看 对吧 如果你知道 会拉的 你这里买金 今天跑出又是十个点 对吧 最高涨了十三个多点了 是吧 所以就随随便便都可以做 因为这个概念没有结束 这个就是资金票 对吧 前面有两个涨停了 你还担心什么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这些呢 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 对市场做一个定义 然后呢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哪些板块 哪些题材是没有 这个 就是短期里面 这个逻辑没有兑现的 对吧 那就来回跟他做 你要知道资金就是在这里面切的 所以现在实际上资金很简单嘛 就是 科技 新能源赛道 智能机械 对吧 基本上在这三个方向来切 来切 其他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其他都是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完了以后 很大概率还是要再来 来一下确认低点 或者是做一个双底的结构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保险啊 银行啊 这些都没戏 都没戏 那么 放过来讲 今天军工板块也有所表现 可能军工军业延长 那军工呢 我相对来比较看好材料 材料就类似像钢研钢纳 钢研钢纳这种材料类的呢 我觉得还行 材料类毕竟其实就是透明度比较高一点嘛 其他的 因为我最不我说了 军工我是主动放弃的 我都不做的 包括船舶这块 前面涨上去 我也让他不带跑了 船舶当时跟大家讲了 对吧 弹性的票 就是看江戎船顶 当时江戎船顶 就拉出去过了 那就结束了 就不用做了 然后中军就是看一下中国船舶 中国船舶当时说 这个地方说的 25块打不过去 你也得走一下 那你不走 你看又下来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 我觉得 不是很难判断 对吧 然后军工这个东西呢 透明度不高 每年其实大家对军工的预期都很高 大家会发现 每年七月份以后都是 哎呀 现在机构吧 我这么跟大家说 我觉得很多机构的观点是 讲讲而已 对吧 现在有一个叫做新名词 叫新光军 对吧 这个 什么意思呢 新光军 新就是芯片 光就是光 对吧 军就是军工 就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认为的主线 就是这个 新光军 对吧 或者叫做新半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新能源赛道 半导体 加军工 对吧 但是呢 所有的指向军工都在后面 但我个人认为 军工是做不了主线的 做不了主线的 就是有新能源 有这个半导体 那就肯定轮不到 因为你要知道 即使新能源的 钱出来 它的主方向应该就是 科技加智能 也轮不到军工 所以我觉得因为 我们大家都是 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 所有的板块都去配一遍 你不是拿了几百亿资金 像机构 对吧 所以交易来讲 就是做减法 什么东西就是放弃 我个人就是 这波反正就是 军工我都是放弃了 我做的 就是在智能机器 在科技 科技里面就是主要 5G也不错的 科技主要就是芯片跟 这个万能器芯片跟 这个 就是智能 这个软件 对吧 就软件我主要做信创 跟过产操作软件替代 也是主要做这两个方面 然后偶尔会大大业 就大大酱油 去做一些强势股 或者说做一些原宇宙的 对吧 那水上周五的时候 我就做了难为软件 主要就是 因为它实际控制能改变了 然后又是正好周五就涨科技股 所以我周五去做了难为软件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以前教过的固定模式 涨停跌停 涨停 对吧 那我肯定要干一笔嘛 那今天不涨停 我就会扔掉 对吧 其实就是 你答答答答应 然后随便做走 但是呢 你一定要在主线很大方向 说你不能偏 你不能说我答答也要跑去 做房地产 这个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这些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情况 那因为今天半导体板块资金流出 或者这个从科技板块里面流出 那肯定是对 000688的这个 科商板指数是不利的 所以今天科商板指数是跌的 对吧 你别看科技术指数跌的 它涨的还是 加速还是涨的多 那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大部分芯片的股票是跌的 对吧 芯片的股票都比如中芯国际跌了 688981的中芯国际跌 它的权重就比较大 对吧 那很正常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还没有 反正就是芯片的权重比较大 那基本上就是导致说 科创版的指数是跌的 但是大部分股票还是涨的 还是涨多跌少 对吧 那科创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科创版呢 我讲一下吧 上方不是有个十月均线吗 因为本周我觉得会去冲一下 十月均线 冲完了以后就要震荡了 在这个区间里震荡 它还等到十月均线下来 五月均线上去 应该就是一个震荡的结构 好吧 所以这个是科创版的情况 然后 因为半导体 科技股资金的流出 当天它肯定会有回流 因为回流就三个方向 一个是新冠药 因为海南三亚的情况 要包括义乌的情况 所以肯定今天新冠药会冲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智能机械 第三个就是来自新能源赛道 那我来做个排序啊 其实早上呢 刚开始的时候冲的最厉害的就是新冠药 对吧 冲的最厉害的就是新冠药 就新冠药 包括拓芯啊 这些都往上冲啊 然后什么大力啊 对吧 就是中药啊 这些东西 反正都跌得很惨啊 往上冲 结果呢 第二波被什么干掉了呢 第二波被工业母机干掉 所以工业母机就是智能机械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智能机械 那亚维啊 这个 包括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300 30014啊 这些对吧 三维智能啊 这一类的啊 就被这些干掉了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缺点 像比如说像爱斯顿啊 这些也是冲高回落 好 有个什么缺点呢 大家来看一下啊 就是有几个 这个代表人物 什么叫代表人物呢 比如说 勤川机场 勤川机场 对吧 冲高回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中大力德 中大力德 表现也不好 表现不佳 啊 也表现不佳 为什么说表现不佳呢 翻上去了 又回下来了 对吧 那像中大力德 至少要翻红啊 那么才会对智能机械 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加持 结果呢 就是呃 表现算是差强人意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汽车人上来了 你们看到 结果就是一体化压住 直接就干上来 那么 像这种 对吧 就涨停了 然后 这个拳风 拳风是临近中午涨停的 对吧 就临近中午的时候 大家一看 算了 我还是去干这个 汽车人吧 对吧 所以这些都上了 广东 红图啊 这些 文 这个文餐啊 中立啊 对吧 就丁上来 那么这是一体化压住 汽车人 然后呢 热管理 对吧 这些都是跟 呃 这个新轿车有关系的 在在后面是什么 HGT电池 那就是电池类的 HGT电池 纳电池 然后光伏里面的初能 这个跟大家讲过了 光伏里面 这个接下来 我最看好的 就是初能跟电池 对吧 实际情况 大家看 每次反弹都是他们来 那你就知道 这些是强的 这类是强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新型 这个 这个 这个新型消费当中 对吧 我最看好的 是培育战士跟e-mail 如果要做排序 那就是培育战士 在e-mail之前 而且跟大家讲了 培育战士一定是走趋势 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力量战士 在调整了几天以后 好 错误的时候 直电 翻弹 今天又开始上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趋势 这就是趋势 那弹性这块 最近最好的 叫沃尔德 对吧 就是科创办 他创新高了 对吧 还有一个 这个 施方达是这个 创业版里面 对吧 老的那 可能就是黄和旋 跟中兵 封建了 就这两个了 对吧 那么正常来讲 最强的肯定是 就是最正宗的标的 应该就是 力量战士 趋势走得最好的 就是沃尔德 反正 从培育战士来讲 我觉得 这个板块方面 就是会走趋势 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从整个培育战士的 这个渗透率是5.9 到将来的20%的话 那就是空间会非常的大 空间会非常的大 所以这是 就是我们讲的 基本面逻辑 慢慢会推演 而且呢 培育战士因为标的比较少 就这几个标的 对吧 那你就知道了 你肯定也是一样的呀 要不就是跟最正宗的玩 要不就是跟趋势最强的玩 反正就是 你弄来弄去 就是这些 对吧 那么这个智能机械里面的趋势的龙头 可能是绿地斜拨了 所以绿地斜拨也不会死 也会慢慢慢慢又可能又修上去了 另外为什么呢 因为绿地斜拨好像是 昨天有一个会 昨天有一个电话会议 就专门说绿地斜拨 介绍绿地斜拨 所以今天可能长得好一点 有点反暴的意思 但大体来讲 整个人型机器人里面 用到的这个减速器 对吧 绿地斜拨的份额是最大的 就在这些上市公司里面 它的份额是最大 当然就是会比较好 然后呢 人型机器人 马斯克最近在不断的加持 对吧 所以我想人型机器人这块 这个前面资金进入也比较多 你要说它马上要结束了 基本不可能 所以后面肯定是反反复复的吵 然后呢 就是因为现在是存量嘛 因为你如果从这个 整个的市场的成交量上来看 我估计今天可能还是万一之下 下午还会缩量 那万一之下的成交量 毫无疑问 就是存量 那存量怎么办 存量它肯定是在那个最确定性的板块 或者说 没有兑现的题材板块里面 做一些轮 轮换 就做一些轮动 对吧 今天拉这个 明天拉这个 反正它就是在这里面 就资金它不离开这个方向 去做轮动 那像 白酒啊 食品啊 他们的旺季可能要到 八月下旬 就到九月份 所以现在来讲 你要去布局食品 你要布局大的消费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 你可能要等时间 你要等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医药 医疗 医疗医疗呢 就CXO板块最近走得很差 一方面是国内的需求下降 像 恒瑞啊 这些 恒瑞一二这些 对吧 它的本身 给到CXO企业的订单 锐减 就减得非常的少 然后海外市场呢 主要是来自一些 之前的订单 都是来自跟新冠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 机构的预测就是 如果缺少了这部新冠 新冠研发了这部订单的话 那今年CXO整体的 估值还要弄掉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的业绩 有可能会出现变化 所以最近CXO板块走得很差 是有原因的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要等到 明年要重新再来看 或者说到四季度 看看下数据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今年可能医药股 没有什么太大的行情 医药板块没有什么行情 至于新冠药这块呢 实际上就是打算 你们就知道 其实新冠药它本身是一个 事件的影响更多一点 而并不是说一个 非常长的长线的逻辑 对吧 所以每次受事件推动 可能涨一涨 然后又掉下去了 而且呢 大部分这种新冠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金冠药就大部分 前面就跌得很差了 对吧 然后反弹一下 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已经说明什么 它本身就是 已经没有了前面的这种 趋势了 它本身数在下降通道当中的反弹 所以我是不会去做这种品种 就没必要 对吧 没必要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市场可能最好的 下半年最好的是什么 那我个人的理解啊 就是 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觉得下半年 其实目前来看 从政策的导向来看 整个下半年 应该还是成长占有 这个价值会偏弱 因为从七月的数据来看 对吧 然后后面还要公布数据嘛 设容数据啊 整个都要慢慢的公布 那从数据上来看呢 整个七月份 嗯 这次整个 整个七月份的数据 其实 呃 就是消费这块 增长的也并不是很多 然后 掉的比较多的是房地产 对吧 涉龙这块呢 虽然是有增加 但是预期可能 七八月份 这两个月 整个涉龙应该是数据持平的 但关键是有什么呢 其实就是 金融的被动投资是增加的 但是没有什么主动的投资 那没有主动的投资 就代表什么 包括这个 这个PMR的这个 经理人数据 对吧 数据 也是要在龙库线之下 四十九 那说明什么 整个需求 还是没上来 因为一个 一个这个 就是 经济复苏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其实就是 你的需求要回升 如果你的需求不回升 那肯定 这个经济的刺激 就是效果就达不到 然后在那下半年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货币不会更宽松 货币不会更宽松 因为 更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内部的调节 以及外部 美联储 九月的加息 包括 九月以后 还有两次加息的这种情况 那从 飞龙数据来讲 就是美国的那个飞龙数据来讲 对吧 就是非常的好 超预期 那就意味着 飞龙数据的超预期 本身就是什么 说明 美联储九月和加息 依然有很大的基础 对吧 那么再加上 美联储随着加息不断的升路 那么那边其实 也就是说 对于需求的下降 也会成为一个事实 所以现在已经有机构 预测说 按照这个飞龙数据的情况 到九月份 美联储一来 保有 加息75个基点的 这个 就是 基础 那如果九月份 再加75个基点 那属于超预期 因为之前 市场的预期是50个基点 然后往后再两次 加息是25个基点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我个人认为 还是有些 这个 万位的这个 不确定性的 所以在这种不确定性下 你要指望 国内的 这个下半年的货币政策 更宽松 我觉得不太可能 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就灵活的这个 货币政策 已经非常的不错 那么 整体 整体来讲 中央经济会议 工作会议 已经定调了 对吧 这个 不是说 非要强求 无地区的GDP 要完成 而且是 有的城市 是有条件的完成 住房不炒 依然会提的 很明显 然后 这个新冠 要动态清零 对吧 那这几块 就注定了 本身 房地产 这块 现在来讲 数据应该是 不太好 然后呢 要提到 最多就是纾困 就是解决纾困的问题 就直接烂尾楼的问题 而并没有强调说 要 再重新 刺激房地产 这个产业 那么房地产产业 大家都知道了 它本身跟一些消费 建材 这些是相关的 对吧 包括家电 家居 还有一个是什么 其实它跟银行 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 银行很多 就是国内很多的 这种大行 对吧 它的这个 很大部分的 这个 就是利润 就是来自于西差 就是它 你的存款放到里面 它可以放出来 放贷 而放贷最稳定的地方 就是贷款最稳定的地方 其实就是房地产 那如果房地产的数据不好 那就当然会影响到银行 也就影响到金融 整个的情况 所以如果 今年下半年 基建啊 金融啊 地产啊 这些就是我们说 以前讲的 这个价值类的 包括医药 对吧 医药的占比也不小 没有机会的话 那毫无疑问 资金又将重回 这个 就是成长 成长赛道这边呢 无非就是高低切换 如果新能源赛道高了 它新能源赛道的钱 就会出来 那流向什么呢 流向我们之前讲的 一个是软件 对吧 软件是 软件的下半年有 国坛替代的逻辑性创啊 这个国坛操作软件啊 对吧 然后8月8号 元宇宙啊 这些就是 后面可能还有一些 就是跟 智能汽车相关的 跟人工智能相关的 也是一些要 后面的场景 都是要用到软件的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 呃 我们再来看一下 软件板块的位置 对吧 那软件板块的位置 现在相对比较低啊 所以软件是有空间的 然后呢 半导体呢 也是有 因为卡伯茲的问题 有这个 呃 也是国产替代的逻辑 对吧 那么叫做 再加上一个叫技术迭代啊 新力的技术迭代 关键是什么 它也是位置低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呃 下半年来讲 更可能的 依然还是成长占有 无论就是在成长里面 去做高低计划啊 成长里面高低计划 再加上一个 全球共识的 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追求的 实际上就是 呃 制造业的 升级 对吧 就制造业的升级 那我们把它统称为 智能机器 所以智能机器是 制造业的升级 有了机器人以后 人 人就会被解放出来 这个我们生产的效率会提高 对吧 然后费用会减少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 基本上可以贯穿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就是贯穿整个的 下半年 对吧 就三十季度 甚至于会是 有板块做 呃 穿越 就所有的穿越就是跨年 那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会涨 那我们大部分的 就是仓位也好 包括交易的 这个方向也好 都要往这个这里面去集中 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助攻 或者打将 对吧 这个 虽然我也觉得 困境反转这块旅游酒店 中期逻辑没有变 旅游酒店说一下 今天我估计就调整一天 今天就差不多了 因为你看调整的幅度很小 前面 比如说在上海 疫情的时候 那旅游酒店的调整是非常凶猛的 对吧 然后这个 三亚这个地方 因为本身一个比较小 人口也不多 所以呢 不会什么掀起大了 更多的就情绪调了一天 对吧 然后呢 食品饮料这些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要到 他的这个 就是旺季的时候 才会形成轮动的一种走势 但是同时也要配合说 后面 指数调整完毕 重新上涨 那那个时候可能 第一个会有增量 第二个相对来说 很多板块都能够雨入均沾 但主线我觉得不会变 应该还是在成长的赛道当中 好吧 那今天中午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我觉得个股啊 什么都跟大家说了 就是什么东西跌下来去买 就行了 对吧 有些东西先是不要去碰 没有任何意义 轻指数 重个股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踏准节奏 然后呢 要买对方向 因为买对方向的最多是慢一点 有的可能强一点 有的弱一点 但如果买错方向的话 那就很麻烦 现在很明显 方向上肯定是成长占有 好吧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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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